不是政治 不是財經 這次體日 歡迎收看就是娛樂 我是吳一沛 我們趕快來關心 今天11月4號 娛樂圈的大小事 不過今天不一樣 今天有日齡哥 要跟我一起報新聞 厲害了 是的 這就是大明星小跟班 你客氣了好不好 對不對 一次巨星 不是這樣講 我能夠站妳身邊 就是My pleasure My pleasure對不對 那一起報一下新聞吧 OK… 首先來看看的是 劉以豪跟簡曼書 他們兩個今天一起搭檔 出席了一個運動品牌的活動 而且兩個人還在現場 秀了一段雙人舞蹈 看起來默契似乎還不錯 是的 默契好到什麼程度 好到連調拍都一起 厲害啦 不過那你這樣講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看了就知道 藝人劉以豪 簡曼書 四號出席運動品牌活動 第三度搭檔代言 兩人在台上共舞出場 不過這舞步 值得說 浪拍到的很一致啊 夢變真 畫變真 勇氣了好多疑問 但始終不變 與你相連到男生 聽起來說怎麼回事啊 奇怪怎麼會這樣子 這個疤還沒到吧 開始了 驚慌了 非常驚慌 有一種 哇 完了 然後一起就是 剛剛那個疤到底怎麼回事 沒在拍子上真是一個默契啊 怎麼會這樣 真的是蠻奇妙的 對 所以我們其實都有在後台 就是偷偷說 萬一真的沒有跟上我們 就是笑得很開心 然後一直在那邊動就好 一直在動 有台灣最萌男友支撐的以豪 今年也滿30歲了 被問到感情狀態 他感嘆地表示這行只能跟女主角談戀愛啊 曼蘇也打趣地說 好難過的感覺 吹婚不會啦 現在就因為工作吧 在跟女主角談戀愛啦 我覺得這是我們這個行業 唯一能做的事情 好難過的感覺 他運動的曼蘇也透露 自己想演武俠劇當女搭載 以豪跟大戰我覺得你可以耶 還介紹曼蘇去騎馬 加碼抱自己騎馬糗事 有一次因為也是一個工作的原因 接觸到就搭載 就覺得蠻好玩的 其實滿想要試試看 一切就是搭載的戲 如果有機會的話 一些俠女嗎 很想耶 我覺得 就很小一隻但是超厲害 不過去練騎馬 我覺得好好玩喔 你應該去練的 真的嗎 對我覺得比想像中的困難許多 原本以為它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可以拿輕步嗎 還沒有啦 只是可能會一直被甩來甩去 被甩來甩去 甩來甩去 然後就小妹妹在笑 我覺得騎的姿勢很醜 怎麼一直這樣甩 甩來甩胸部的感覺 這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我跟你講 實不相瞞 其實我跟玉琳哥的默契才叫好 不然我們來跳一段雙人舞蹈 預備 開始 有沒有 都不在同一個牌子上 咬來咬 咬來咬咬咬咬咬咬 我跟你講 我們的默契比他們好對不對 真的 至少我們對的時候 還比較多 看起來他們就是雙人舞蹈 好笑還沒有練到那個點上 他們看那個很尷尬 用到不看一點還會心虛這樣子 真的 後來索性乾脆就變這樣 好 接下來看看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聽說 他們在實境秀裡面 默契還算不錯 這是佟麗雅跟蔣敬夫 在大陸的實境秀最近很紅 他們剛剛結束了一個 軍事實境秀 兩個人竟然還說 好懷念那時候在出實境秀的感覺 因為他們那個實境秀 是跟當兵有關的 會懷念就表示想當兵 對 這麼愛當兵來台灣 讓你有當不完的兵 耶 高顏值辣媽同利亞 日前和新生代 呆萌小生蔣金夫前進軍營 錄製實境節目 真正男子漢 體驗軍隊裡的魔鬼生活 也培養出同甘共苦的好感情 昨天兩人一起出席活動 竟然超自虐的說 很懷念軍中生活 我們兩個剛才說 他問我你還想回軍營嗎 我說還挺想的 他也是覺得其實回憶 反而習慣了那邊的節奏和生活 對 可是在軍營裡就不能這樣畫 美美的妝優雅走紅毯了耶 節目裡經典的卸妝橋段 也是讓很多女星望之卻步 但是同樣出席了這場活動的女星 江蘇穎倒是很有自信 我很期待 因為我覺得我素顏還滿美的 不要問我江蘇穎是誰 除了掛著胡歌前女友的光環 我也是剛剛Google才知道 她已經是出道十年 演出多部電影的女 配角 入圍第56屆亞太營展女 配角 還得過中國百強電視劇最佳女 配角 剛好攝影師有拍到 就跟台灣的觀眾介紹一下這位 我覺得我素顏還滿美的 江蘇穎 期待她紅到台灣 變成大家會在乎她素顏的 女主角的那一天啦 就是娛樂 蘇穎不要討厭我 採訪報導 我覺得這則新聞播完之後 蘇穎一定超討厭你的小編 而且厲害了 我覺得我們製作單位 越來越進化了 現在處理娛樂新聞 相當的綜藝感 是… 我們喜歡這種感覺 對 女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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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則新聞做下來 我們真的記得江蘇穎 有沒有 這是一個成功的行銷 沒錯 再來看看這兩位大美女 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就是舒淇跟劉嘉玲 她們兩個一起出席了一個 珠寶活動 現場兩個人帶了貴氣逼人的珠寶 看起來太華麗了 而且在現場 劉嘉玲竟然當場說 她要送舒淇珠寶當結婚賀 對 但是前提是什麼 前提必須要舒淇的老公 馮德倫 買蛋 那還不是一樣 有送跟沒送不是一樣 來看一下 來… 今年九月和馮德倫 完成終身大事的舒淇 魂魂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昨天她以代言人身分 出席珠寶展活動 全身配戴價值數百萬的珠寶 用甜美的白色洋裝 尬上金光閃閃的貴婦劉嘉玲 跟國有什麼變化嗎 沒有… 因為最近都是在做很多的 吃喝玩樂的行程 然後讓自己放鬆一下 因為也好久好久沒有放過假了 她婚後我還沒見過她 我等一下要恭祝她一下 看看她喜歡什麼珠寶 你需要送嗎 如果我要付得起的話 我叫她老公送 舒淇在活動現場 開心與品牌總裁合照 但是總裁這個親親一拍 女神心裡的OS應該是… 不要碰我肩膀 我真的很討厭人家碰我肩膀 雖然老外比較open 但是還是要提醒一下 總裁最近拍肩制敏感動作啦 下次可以考慮改碰這裡 不要碰我胸部 很舒服 老大姐姐開玩笑的 小朋友不要學 而這次舒淇終於先升 媒體當然要把握機會 追問一下 什麼時候才要生Baby啊 我不會勸因為我沒有打算生小孩 我覺得很多時候就是順其自然 對 順其自然 就是娛樂謝謝林靜採訪報導 回到就是娛樂Live直播現場 就是要省錢 我們連續兩天做了旅遊省錢大作戰 結果大家的反應都非常不錯 收視爆高 對… 所以我們大家在想說 是不是大家最近真的 就是積極的安排 過年年假要去哪裡的一些旅遊行程 還有因為現在經濟比較不景氣 所以如果旅遊可以玩得很省的話 大家一定會非常感興趣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加碼 在禮拜五的晚上加碼第三彈 要跟大家談就是如何 讓你在旅遊的時候 又可以省下你的荷包 所以我們今天請來三位 也都是非常非常會旅遊 而且會省錢的 歡迎甄莉姐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甄莉 好 歡迎李懿 不得了啦 大家好 我是李懿 歡迎旅遊購物達人哈吉 厲害… 好 歡迎了三位都是年輕的小姐 應該都是很會Shopping 有一個例外 對 有一個例外 對 不用沒有要叫妳 有 妳那個眼角一光 你今天看到我 我想要問你 因為昨天Paul哥有來我們現場 他有說他有跟你到泰國去 我跟他也不曉得什麼樣的緣分 連續四年 對 他昨天一定有講說 人家誤認他是蔡明亮的事情 對不對 是啊 然後也有講那個生侶 那個事情對不對 有啊 他漏講一個 他在那邊很丟臉的事 我們去吃那個海鮮餐廳 那個華人開的 生意爆滿 然後我們去排隊排很久 結果就被他親眼看到 有一組客人不用晚到 但卻先有位子了 對 那個Paul哥很生氣 因為他個子又不高這樣子 霸氣十足 對 他跟那個店員理論起距離以後 店員進去哭他也不知道是什麼 他突然罵了一句髒話 然後用腳要去踢那個椅子 然後發現他的憤怒 但是呢 很糗 因為腳太短 那個椅子有一段距離 他沒踢到椅子之間 唉唷 喂啊 拿一個 拿了一個 真的假的嗎 中一跌嗎 唉唷 唉唷 然後呢 倒在地上 然後大家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他女朋友現在變成他老婆了 那個咪咪一直在那邊 嚇唷 你好丟臉喔 妳 但我不想聽Paul哥這個故事 我是想要聽說 你們去泰國 男人去泰國到底都在幹嘛 男人去泰國瑜 泰國瑜分兩種 一種是蠢的 一種是黑的 你好熟喔 小雅姐 因為我平日有在做 這種產業的田野調查 那個製作人說 我們現在七點不可以講這個 對 後來我講的是蠢的 好 蠢的泰國瑜 蠢的泰國瑜也沒怎麼樣 可是蠢的人都不想聽 人家不想聽 你的家要做便宜旅遊 你有便宜泰國瑜 你有問你 你有便宜旅遊嗎 便宜泰國瑜 我跟你們講 真的 要便宜旅遊 最好的方式就是說 找那種地頭蛇 就是最好是在地人 我每次跟Paul去 Paul等於就是半個在地人 因為他以前在那邊有投資業店 所以那邊非常熟 我們去旅遊 人家都帶我們去那個觀光客 才會去的地方 跪山山 甚至東西也不見得好 那地頭蛇的好處是說 我們會找到巷弄去 一進去 好陌生的環境 為什麼呢 在地人 就是有一些道地的 對 那都是道地的 在地人在吃的東西 東西好吃到爆 然後又便宜到爆 對 那你如果傻傻的不曉得的話 照暗圖所記 去找那種大餐廳 對 有可能會吃到 跪山上的東西 地頭蛇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之前有遇過一個地頭蛇 然後想不到他親戚 我去香港玩 想不到那個地頭蛇親戚 是在迪士尼裡面做員工 他就帶我們免費走 員工通告 我們不用買門票 然後裡面全部東西都在打機子 這就是地頭蛇的重要 不過我們今天要講省錢大作戰 我們前兩天都Focus在 搶廉價航空的機票 但是像甄莉姐 這樣有頭有臉的人物 尤其是像你們這種的 你們這種最討厭 我們也要廉價航空 不是 你們這種應該是 不想要跟人家搶廉價航空 有些很怕麻煩 也不是這樣講 因為你知道 廉價航空讓我覺得麻煩的地方 是在於它有限制 要先買公斤數的行李 所以變成說你要預先想說 我大概這趟去會買到 可是我們怎麼能預期 我們這趟回來會帶多重的行李 所以我會覺得 其實你就去跟人家湊團票 我們做一般正常的航空公司 一樣也是華航或是長榮 那你去跟別人湊團票 其實他就可以省到 你自己買單人個人票 可以省到四十塊 什麼叫湊團票 湊團票就是譬如說 我今天可能7號到10號 我想出去玩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旅行社說 那個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要去東京的地方 那是不是 我大概7號出發 那我想早上 那你們那時候 有沒有團票可以湊 你就去問旅行社 十五人成團嘛 十五人成團 就是你找你的朋友 找到十五個人 你可以自己組一團去 那我想問旅行社會自己跟你講說 你要湊團票嗎 還是你要自己問 你要自己問 你問他通常都會跟你講 應該是說你必須要有一些管道 有認識旅行社的朋友吧 其實也不需要 因為現在很多旅行社他就是會有 他當然是希望你參加他的團 可是你跟他講說 那我只想湊團票 因為我是自助旅行 沒有 你又說要找自己的朋友 如果不認識的人 他們湊成一團也可以吧 可以 當然就是所以叫做湊團票 譬如說我跟你不熟 那你剛好這團 可能已經有十八個人了 那我再多人還是可以湊 就是一團的 只是說 湊出感情來了 不會 同進同出 大家還是不會 一起 就在便利上的時候 一起 是誰 這我不專業 所以通常你像這樣湊團票的話 你大概可以省下多少錢 大概差不多四千塊左右的台幣 那也不錯 對 一個人 所以如果今天你去的是一家人 你就可以省到一萬塊了 對啊 因為一張機票就可以省下 就是機家酒的住宿 沒有 就是機票而已 我現在想的是機票 就是你湊團票跟那個 不是團票的部分 那如果說像 你說住宿的方面 其實我個人是比較推薦住民宿 因為酒店其實它就是 還是房間比較小 那你如果住民宿 其實它有時候規劃的還不錯 那一間可以住到十幾個人 那這樣大家同進同出氣 那感覺也滿不錯 其實我去日本 我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滿常去日本玩的 那我去日本的話 我平常也滿常住民宿 因為民宿的話 它第一個 它比較大間 而且民宿的話 你可以看到風景比較不一樣 而且它基本上是 民宿的老闆 離那個鬧區非常的近 你可以省車錢 對 可是為什麼台灣人 明明就知道說 其實民宿不錯 但去住民宿的人少之又少 原因是因為 不會定 這是一個原因 還有一點關於民宿的 靈異故事才有 不要講靈異過限 是說這種故事太多了 太多了 我一個朋友真的 飯店也有 你跟我講 我一個朋友在某民宿住了五天 然後住完以後 會來台灣跟人家講說 他住某些民宿 那個台灣人一頭污水 因為那個人是導遊 奇怪 北海道那個地方 或什麼沒有聽過說 那邊有民宿 後來去查一下 那個民宿五年前就已經廢棄了 那他住的是哪裡 你好浮誇 你真的很誇張 好 我跟你講 我們還是聽專業的人說好了 專業的人跟我們講 因為我們今天 為什麼要教大家省錢 因為住民宿 如果大家一起分享那個房間費 是的確可以省到不少錢 而且你看到的東西 跟你體驗的東西 也會跟大家不一樣 今天既然哈吉來到現場 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到底要怎麼訂民宿 還有一些什麼訂民宿的好網站 可以跟大家推薦的 OK 那一般其實我們在訂 就是現在網路上 其實都滿方便 所以大家上去上面看 很多資訊都放在上面 像我們自己做代購的話 那我們當然也是就是 本身主要不是玩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就是負責訂房間的話 我們當然就說 能省就省一點 所以這邊的話 我大概有做一下簡單的 它就是像我們就是很省的 那個住宿費的話 其實它就是像 不是像飯店這樣 不會有人幫你整理那些什麼 房間 反正住個幾天而已 像李懿這種好日子過冠 他怎麼有辦法這樣 我哪有 我跟你講我之前出國玩 我們住過三個人 一間500塊的 台幣而已 一個人一天才100多塊 所以那個也廢棄了 不是 那些人也是廢棄很久的 就五年前混雲一場大火的 不要亂 那不是飛貓客森 它這種是民宿 難怪你住的時候 看到它本來 右半邊臉是黑的 有燒焦的感覺 好 招省前民宿來 所以其實他們的價錢的話 都還不錯 就是算起來大概800台幣 台幣到1000 其實一個人可以再找低一點 有低再高 因為它有廚房 對 還有小廚房 好花的 而且廁所什麼又滿大 還有小客廳 但是重點是這個民宿 是在哪裡的 是網站上訂的嗎 對 網站上訂的 其實都滿方便 因為上面其實現在都滿 就是很清楚 看你喜歡訂的 是可以講嗎 可以啊 網站是可以講的 網站的話就 NBA那種的 對 一些民宿的網站 就是泡房 對 直接訂 但它有很多樣式 有一些可能是榻榻米那種 就滿有趣的 對 那你有住過 比較特別的是什麼呢 比較特別 就榻榻米而已 榻榻米 榻米的話 我覺得我們上次比較特別是 我們去了13個人 小禎 然後還有Vicky一家 然後我們一家 然後還有我堂哥家 這樣全部我們擠在一個地方 然後那個其實房間就是 其實房間真的都很舒服 因為它每一個房間 都放兩個那種雙人床 所以它環境很大 可是它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只有一套衛浴設備 所以你洗澡 還有要上廁所 就是有一點點麻煩 大家可能就是要安排那個時間 那個洗澡有的時候 如果大家動用一間 要切記一定要讓長輩先洗 為什麼呢 因為有的那個晚輩 就比較白目你知道嗎 我想洗我就洗 好 你洗完了 這張是不是濕濕的 好啦 換長輩要進去了 長輩甚至不如就比較虛 你進去又終於一疊 那個一疊下去 以前有一個藝人跟導播同房 那個導播是那種天王級的導播 那個藝人傻傻的 也是說先去洗得很開心 其實人家之前就有人暗示 他說你要讓那個導播先洗 果不其然 導播後面進去 就 當然就跌倒 後面三天沒辦法工作 好慘 後來那個藝人從此以後 沒有在那一台看過了 真的喔 把那藝人名字講出來 不肖藝人算了 不便公布行李 好 但是我們大家 因為觀眾朋友也會有疑問 就是說我們剛剛提到這個價錢 如果住民宿一個晚上 是800塊到1000塊的話 到底是哪裡的民宿 這邊的話主要是東京那邊 東京可以住到一個晚上800塊 而且東京的飯店 房間都超小的 一個膠囊 算很划算 可是因為他有社會新聞說 看了這個圖片覺得不錯 結果到現場發現 那個長得不一樣 會有這種狀況嗎 其實還好 因為現在照片 他們都照很多 都很清楚 對 可以看別人的評論 然後再清楚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之前去沖繩 也是因為在網路上有人推薦 然後去住了一個民宿 那個民宿其實就比一般 在東京市區住的還要大間 而且大間非常多 而且那個民宿它的那個照片 做得非常詳細 那個民宿走出來一分鐘 就可以到一個無人的沙灘 很像是在拍那種 保礦力水的那種電影 或是那種廣告的沙灘 所以是一個 你可以兩個人享用的 一個無人沙灘很漂亮 重點是民宿老闆 還會做早餐給你吃 是日本當地的早餐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大家上網 譬如說剛剛那個網站 Airbnb去查查看 其實有一些很便宜的民宿 又可以住大家不一樣的感覺 而你那個又有沙灘能多便宜 你那個能多便宜 因為那個沙灘不是那個民宿專屬 那是公有的沙灘 所以 對 那個一個晚上才1500塊 一個人 台幣 這麼便宜 很便宜 所以可以推薦大家 好 那廣告之後 如果說你去國外旅遊的話 當然住宿搞定了之後 你到那邊當然要買東西 但是你買東西就很怕說 會買到貴的 到底買東西要怎麼省錢 我們廣告之後來告訴你 回到就緒的LIVE直播現場 我們今天要為大家聊的就是 旅遊省錢大作戰的Part 3 然後我們剛剛講到說 如果你去國外呢 住宿已經搞定了之後 到國外一定要買一些東西 因為有一些東西 其實真的在國外買比較便宜 或者是說有些東西 真的是在國外才買得到 台灣沒得買 但你不要傻傻的以為說 到那邊上面寫什麼基安 什麼特價 你就要給它買下去 有可能會買到貴的 所以你在出國之前 有沒有做功課就很重要 來 李懿 很會做功課對不對 我算是一個蠻愛做功課的人 因為我跟宜佩一樣比較喜歡 所以我還滿常去日本的 然後我大概是挑像現在這種 換季的時候去 換季的時候他們是有一批折扣 然後再加上我會先 我在台灣的時候 我就會去追蹤我喜歡牌子 然後我喜歡牌子 他們的店員 他們很會拍自己的穿搭 然後放在他們的部落格上面 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這次的新品的穿搭是什麼樣子 然後就是第一手的消息 然後有時候他們也會 把他們店家的一些資訊 什麼時候有打折 然後打幾折 或什麼他們都會放在上面 然後所以那時候我跟我朋友 就還滿喜歡追蹤 這些女生的部落格 然後你就會去當地買 然後我記得我有一次 就是去百貨公司買的時候 我正好遇到他們的限時特價 然後那是只有10分鐘的特價 就是整家店可能原本 好像在錄外景遊戲 對 句詞10分鐘 對 整家店原本可能只有打8折 或是有些東西是不打折 有些只有衣服打折 可是那10分鐘 我們正好錄過 然後它寫限時特價 它是全管 全部五折 然後所以那時候我是買一個包包 它原本是一萬九千多塊 然後我是花不到一萬塊日幣 日幣 然後把它買下來 我覺得你這個還算還好的 你知道我知道 日本很愛搞促銷這件事 我曾經去一家 我很愛的那個店 你知道它一件原本上衣 它賣一萬塊日幣 然後它限時10分鐘特價 一千塊日幣 對 一千塊日幣 它整個現場不就每個人都跟上衣 真的 跟上衣 起小力 你那時候你根本就不管 你只要看到那些 你喜歡就直接給它拿過來 就一千 一千 因為日本的特價是認真的特價 它那是那些當季 對啊 那是有感的 都是當季的東西 它一直在給你特價 不是像台灣有時候 會把過季的拿出來特價 臭魚爛蝦拿一堆回家 所以你遇到那個 你真的就是直接搶了 你真的不要考慮太多都是搶 而且你知道有些日本的品牌 在台灣有 但是在台灣是日幣的價格 當台幣在賣 所以我曾經看到一個品牌的 一個大衣的外套 我在台灣已經鎖定好了 因為那個在台灣品牌 已經有禁了 那一件封衣外套4900塊 我不誇張 到日本當地 剛好就碰到大特價 那一件外套我690帶回家 我有遇過太早事情 超誇張的 譬如說你看 現在像這種小的這種照片 底片在日本買 在台灣買它就定價320台幣 可是事實上在日本就是320日幣 對 320日幣 對 它就是真的很貴 直接像我們還買一些零食糖果 因為我也會很愛買這些東西 你買這些東西其實它就是 在台灣看到它一定都是 日幣的價錢換 直接換成台幣 那因為人家可能要坐飛機那些 但是你買太多 你沒有辦法帶回來的話 或是你心理可能操縱的話 我就可以建議大家你可以利用 就是日本當地的郵局去計貨 非常的方便 就是因為現在很多人 不是做聯航嗎 剛剛有提到 那聯航有時候是你要加錢 或是像你之前 你才會知道你要 加公斤數 對 加公斤數 然後你有時候可能買超過 你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你手提的話也超過 那日本的那個郵局很方便 它就是跟我們郵局一樣 有分大中小的包裹 然後你就是先買紙箱 然後我自己有去算過 我去他們的網站上 直接就是計算我的包裹 以10公斤來說 如果是海運的話 海運是比較久的時間 大概兩個禮拜以內會到 海運一個包裹10公斤 大概只要3800多塊日幣 好便宜 台幣多少 台幣大概1000多塊 1300多塊左右 對 而且它是10公斤 我個人是覺得還滿多的 因為你要是真的帶太多東西 你一個電器或什麼這樣 你就可以直接寄回去 然後你又不用馬上用到的話 等兩週我是覺得還好 對 因為你的東西沒那麼趕 那麼趕的話就漂洋過海 空運就比較貴了 空運的話大概是一個多禮拜 大概是7800多塊日幣 就一倍了 對 然後他們有一個 最貴的那種快遞 然後大概就是1萬塊日幣左右 所以大家可以去衡量一下 那個運費 但是有一個方法 是不是我覺得你講得也很好 如果說你已經確定 要買這個東西 你要去日本之前 是不是可以先訂 這是我室友最愛用的招式 我也很愛用這顆 因為他男朋友不喜歡逛街 然後男生有時候 不喜歡陪女生逛街 你就可以事先 你已經知道要買什麼了 就是電器 因為你有時候 可能沒有辦法比價 可是網路上常常會有促銷 還有免運 你就可以全部訂好 然後大概兩個禮拜前 你先打電話你的飯店說 請問你們有幫人家代收貨物嗎 就是一個禮貌先詢問一下 然後飯店通常都是有的 然後你就要去網路上買 然後記得要登記的名字 要跟你飯店登記的名字 是一樣的 這樣子飯店才會知道 然後你就可以把貨物 寄到那邊去 然後你全部都買好 等於你那一趟去 你可以完全很輕鬆的 就是跟男朋友去吃吃喝喝 到飯店那個貨就寄到 飯店領貨 你到的時候去Check in那天 你就跟他講說 我有這個貨物寄到這裡來 他幫你Check一下之後 你就再把那個貨物搬回去 我要是嫌太重的話 他們還有另外的貨運 可以幫你就是搬到機場去 直接弄到機場 這樣太好了 因為很多夫妻 都為了逛街在吵架 可是老婆又一定想要買那些東西 如果用這個方法 就可以兼顧到旅遊品質 也不會為了逛街吵架 尤其是電器 因為電器通常很重 然後搬的都是男生 所以你都可以先訂好 而且你要去前你可以先上網 是他的電器 他有的時候會有折扣架 你就可以直接下載 然後直接去 不同的網站 不同的網站都有 我們剛剛講到的是 譬如說電器 或是一些就是衣服之類的 像美妝也很重要 因為像美妝你去他買 像我們就會知道說 這個是擦蚊蟲養商 你一定要買 那你買像類似像這些東西 還有什麼眉筆 眉畫睫毛 隨便 全部 他在當下你要記得 一定要帶著護照去 因為你的護照你拿給他看 他就直接幫你退稅了 然後他會把它封起來 可是大家切記 他幫你封好的時候 你絕對不能打開 絕對 絕對不行 要再三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絕對不能打開 那到底打開會怎樣 打開之後他不讓你再回去 打開之後表示 你在他當地用過 他會怕你是不是幫別人買 他這個是否外國人 所以他就會再跟你課稅 把稅金再要回來 所以你是絕對不能打開 我上禮拜才去日本工作 然後就在機場 就遇到兩個人他不知道 他就把他打開了 打開了之後不得了 我們那飛機已經要飛了 那兩個人還在跟他揮個不完 就說沒有 我們這個應該是什麼東西 放在裡面 我們只有打開拿出 裡面一個那個東西 他說不好意思 那這就是要課稅 對 所以你原本退的稅 他不能打開 要趕快再把它恢復 他可以看得出來 這麼厲害 你有沒有動手腳 沒有 他真的看得出來 因為他封的其實是真的 對 奇怪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 你想要省錢 千萬不要打開 對 因為你要省錢的話 你一定要退稅 但是記得 你退稅那些東西 你要原封不動 就帶回來台灣再用 沒差那兩三天 對 你如果真的需要 你可能就是買一個 你就買一個 在當地買了 直接用 那只有那個才有付稅金 那你其他的都沒有付到 就可以帶回去 那如果說像你買 百貨公司買東西的話 其實它就是統一 你把這個店都逛完之後 它會有個客戶服務中心 你就帶著你的護照 跟所有的罰票去 它就會幫你直接退稅 它就不會像歐洲 還要到機場或幹嘛 才能退稅 對 其實真的很方便 所以記得其實大家都覺得 才退個日幣幾百塊 應該沒多少 幾百幾百 加起來 很多 真的 很多 這真的差很多 擠沙超好 對不對 那哈記咧 像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就賣家去買的話 我們一定會知道一些 比較特別的地方 不是說一般就是可以去的 像是我們去我們會買 就是會到它一個 在東京那邊的 馬石和山町那個地方 那一區都是賣家 專門去的地方 你說什麼餐廳 什麼 馬石和山 橫山町 那個地區 地名地名 對 然後我們就是會去那邊 然後他們的店 也不是說你想進去就進去 首先你要是賣家 那他怎麼確認你是賣家 那賣家的話 第一個他就是他要看 你要算辦一個會員 那會員的部分也不是說 我繳錢就好了 那他第一個就是要有 一例試驗登記證 這是第一個 對 台灣的也可以 對 他就是要看 他要台灣的 他要看台灣 那有限行業別嗎 比方說我有一個威廉省娛樂公司 拿那個去可以嗎 沒有 可以… 只要就是 所以你要是可以拿得到的話 那當然我可以 那我如果是拿那個 珍品過有限公司 可以… 可以嗎 對 但是他去那邊 你要可以去那邊批食材 或是一些過碗瓢症 你不是有一間 李懿營照廠嗎 對 他就是要你面試的登記證 等你開… 他就是要這個證 那第二個的話 他是要你的實體店面的照片 對 可是現在很多人就會說 那我們現在往後拍就好 所以你就隨便路上拍一家店 就傳給他就好 我去拍你的珍品過 我就說是我的店 你就拍一家店 等一下 哈記 我們這樣交觀眾朋友是OK的嗎 沒有 當然是如果你有店 那不行啦 我們不行 我們不會 你也不會 就他就這樣 就他就這樣 不會… 我們想要教大家一些正常的 我們成熟做人 對… 就是有店面 那營業就是我們有這個登記證 那再來的話就是就付錢囉 對啊 就是他們就可以… 可以算辦一個會員啦 那就是批貨卡 那辦會員要錢要多少啊 其實也不貴啦 大概… 幾百塊台幣吧 是不是跟我們辦… 那比辦那個什麼Costco 那些都還便宜啦 對啊 有年費 對啊 然後我這邊有一個 就是他的那個卡 批貨卡啦 對 大概就是這樣這樣子 那他是有有效期限 你過期的話你就再換 他那邊有很多間店家啦 那個圖片是你老公還是怎麼樣 沒有 這個是朋友 所以他不用年銷費的同事 不用… 可是通常我們進去的話 因為你能進去 大家都會知道你是賣家了啦 那所以進去我們可能就是 買一些Sample 買回去台灣 然後再就是… 再跟他訂貨 對 在訂貨 好 那我問一下 那如果是去那種批發的話 最後一句 要進廣告之前問 大概可以插到幾折左右 大概多的話可以插到四折左右 這麼多 這麼多 其實有時候看後面 不是會有條碼嗎 你就看後面條碼 假設是302還是什麼 最後面後尾數 那其實就是日幣的價錢 再笨也要當批貨客對不對 因為日本買金便宜了 他又可以再比日本再便宜四折 那更便宜 但是你就要有門路囉 那廣告之後我們來聊一聊 大家最喜歡去國外買的 尤其是去日本 一定要買他的電器 電器怎麼買才能省呢 廣告之後來一起分享 厲害了 哈吉 去日本旅遊 大家不免就要購買電器 因為你知道 Made in Japan的日本電器 其實這是在世界各地 有口皆碑的 但是日本電器你要真的會買 不是說放在那邊 你就覺得這個電鍋好好看 我看到人家就說 這個電鍋 這個電鍋 不會比價 還是有可能會買到貴 日本電器到底要怎麼買 日本電器的話 其實跟台灣價差 其實差滿大的 所以有可能你去買一個 電器產品 那你可能就賺了一個機票錢 就是有一些差價差到很大 意思是便宜很多就對了 好棒 對 可以像它那個水波爐 大概我們抓平均值 大概是差價大概7000左右 對 水波爐的部分 像吸塵器大概1萬多 1萬上下差不多 很有名的那個Dyson 很有名的 對 差價其實差滿多 我覺得在日本買還比較好 就是它的顏色很多 對耶 它的種類很多 不像台灣就是只有幾種而已 我上次有在日本買到 限量色的粉紅色的Dyson 我們買兩張 OK 那也很了不起嗎 那個粉紅色很可愛 很可愛 台灣就買不到 限量顏色都開心 你知道一台便宜1萬塊 我買兩台省2萬 三娘轎子 你知道就好 小心一點 那個男人就閉嘴 只要把卡拉算就好 OK 也就男人住的買單就對了 洗臉機很多人也很愛買 對 洗臉機也滿多人會買 洗臉機那麼小 可以差到6500 對 就要看東西了 它現在還有跟這種 用按摩的你知道嗎 就那種金的 K金來吃這個 那個也差很多 可是那個真的很好用 什麼黃金皮膚的 好用 真的真的 那也差滿多的 吹風機現在沒有過時嗎 還有人在買吹風機嗎 還是有 可是其實一開始我們在買貨的時候 其實吹風機 我當時買那種很出名的那個時候 現在很出名的 那時候才3000多就有了 結果好像後來是瘋狂被炒起來 對 現在一台你到那邊去看 其實你說也沒差到多少 6000多塊 台灣就是要賣到8000的時候 對 有要賣到8000嗎 之前有炒到8000代購的時候 就完完全全被 其實那個價錢被炒得很高 因為像我們一去 他們就說台灣人就要買這個 買這個 因為其實日本 他們那時候你去買 他跟你說沒貨 因為真的都缺貨 所以價錢就被飆到很高 對 而且它可能就是限量 我們一人只能買一支以外這種 那你們現在在幫人家代購的時候 現在最近最夯的 大家最喜歡買的是什麼東西 最夯 其實一般電器產品 我們比較沒有在代購 因為它第一個我們在算 像做代購主要 他們會算是什麼重量 重量 材機 那你重量重 材機重其實運回來 沒有價差到這麼大 雖然我們說買差1萬多 所以華德萊莉丁就是眼藥水 對不對 可是藥妝產品 我們其實也不太能代購 要裝產品自己去買就好了 芳果才是 芳果利潤有限 沒有 你一包有限 那你要誰賣一瓶賺一瓶 這也是賣一包賺一包半 你以為 那你們在幫人家 處理就是代購跟 就是幫人家代買的話 都是怎麼樣去經營 我們大部分的話 像我們剛才前面有講 有批發電 那我們可能去那邊批一批貨 或是日本的那種即時連線 像前面剛才有提到說 換季這個部分 換季的時候 因為他們家差很大 因為我們就是 你是買家的身分 所以就可以先進去挑貨 那挑完貨之後 那就是可能就我們當天 像即時連線就很累 像我們可能那一天早上 所謂的即時連線 到底是連真的還連假的 是真的連真 什麼叫即時連線 因為我看到很多賣家都在 拍即時連線 因為有的節目會假直播 你知道嗎 你覺得那個也是假連線 什麼即時連線到底是怎樣 顏麗婷她常常會去韓國 她就是即時連線 而且她就是馬上 可能在上面先預告說 我等一下幾點我會到哪裡 我會待多久 那時候我會把 我要買的衣服繡出來 要的人要立刻下單 因為我就是 你只有那段時間在那邊 所以你真的那時候 你就要守著 而且她那時候買到就是真的 因為她就是去批發 所以她也不用演 她就是批發人 所以她就可以買到真的很便宜 這也是一門大聲的 你要先PO出幾套讓大家選 對 大概讓人家這樣挑 人家就會知道說 等一下妳要下單了 所以我要守在那裡 重點是我們這些小姐媽媽太太們 有這麼愛買嗎 要買到連即時連線都要買 因為即時連線的價格 比她帶回來的價格又更低 所以的話 很多人其實會守在即時連線 因為像即時連線的話 我們就是早上可能七八點就出門 然後在百貨公司買一天 到大概可能七八點就回去 那回去之後 我們就開始請model開始穿 穿衣服 那我們要拍照 要PO貨 那要算重量 那我們可能就幾個人分工 那可能算重量 算重量 那拍照 拍照 然後PO上去 然後下面就看下標亮幾個 隔天就馬上再去繳貨 可是常常代購會有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會遇到缺貨 就我可能這個訂單下了一兩百件 可是我買不到貨 那我就只能再退錢給賣家 所以像我們出國的時候 我們就是自己也會有一個 好朋友的群組 像小禎 Vicom有一個群組 然後他們就會上面拍說 我現在到了這個藥妝店了 我要買這個東西 好 請看有沒有人要買 然後就這樣 然後我們就自己下單 嚇到他自己要再寄回來 那是因為妳那個群組是愛買酒吧 而且他們真的好愛買 我們這個群組也不會問說多少錢 他們會說 他可以放多久 他可以放多久 三年 OK 那我跟你講 你大概買個三四套回的那種 那通常你們都在買一些什麼東西 就是像保養品 然後還有像我剛才說的 這種蚊蟲養商店 這個就是小朋友真的很好用 對 那你說像這種果凍 因為它這個果凍 就真的是小朋友很愛吃的 所以也是就是這樣 家包你帶回來 請問現在我可以加入 你那個群組嗎 沒有 真的有年消費額的 有年消費額嗎 沒有啦 亂講 亂講 沒有啦 他們自己的群組 你不適合加入 我是說那我可以加入 那你也不適合 是芽芽要加入好不好 對 好 我們剛剛聊了很多 都是有關於日本的購物 其實最近韓國大家也很愛買 譬如說顏麗婷去韓國 然後就即時連線 韓國到底大家都在買些什麼 而且韓國怎麼買 韓國 我之前有跟我朋友去批貨 我只能說批貨超級累 真的 因為批客你在那邊待一天 你就等於是付一天的住宿錢 所以等於我們是 譬如說當天的飛機 然後我們五點到韓國 然後因為他們的批發商場 大概八點半之後開 然後大概十點那時候 十二點 十二點 慢慢的人變多了 然後所以我們可能吃個晚餐 然後我們回飯店 check in 然後我們可能八點多 我們就要出門 然後出門我們在那邊 要待一整天 因為你要一家一家挑貨 然後叫貨 然後可能待到早上四點 五點 然後你要再把貨搬回飯店 整理貨 然後吃早餐 吃完早餐都沒有要睡覺 我們就要退房了 因為我們要八八事 你為什麼不好好的去錄影就好了 對啊 以前我陪他去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才知道講說 當批客真的超累的 而且原來韓國的東大門 它是有分零售區和批發區的 因為我以前自己去的時候 我一直去到零售區 零售區它就像台灣的百貨公司一樣 它其實有什麼美妝 然後什麼設計師的服飾 然後一樓可能都是吃的這樣子 但我好奇的是說 零售區跟批發區 因為他們都是其實在 因為那邊東大門就很多洞 可是我們分不出來 那價錢真的會差很多嗎 價錢差很多 因為譬如說 零售區的話 一件衣服它可能就是 一件可能就像台灣百貨公司 要兩 三千塊 因為它可能都是設計師的款式 然後所以可是你到批發區的話 一件T恤可能才一千多塊 那種厚的T恤 像我這次去東大門 我買那種很厚的那種鋪棉T恤 一件可能才900塊台幣而已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天啊 這在台灣批回來賣的話 你可能一件要賣到一千八兩千 真的去到那邊 你會有一種不買白不買的感覺 那你當批客像 有像日本那樣那麼複雜的 什麼音樂登記者的店員 沒有 它就是一整區 而且批發區的話 如果散客去的話會比較麻煩 對 好 我們聊到這裡 因為當然就是想要當批客 但是我們並不是批客 但是李懿這幾年 還有陪他朋友去韓國 這個當批客的心得是說 教你要怎麼樣當批客 不會被發現 所以如果你只要能夠假裝當批客 你就可以買到很便宜的價格 廣告之後我們來教你 怎麼樣偽裝批客 最近幾年來很多遊客 都很喜歡去韓國玩 去韓國玩 大家一定會去逛逛東大門 那邊有很多好吃的 當然想要買到便宜 但如果你不是批發客的話 我曾經就被打手過 就說你這個不要拿 然後就直接把你趕走 你的問題一定在於你自信心不足 要我去一定不會被人家懷疑說 不是批客 你進去 你那個樣子要大模大樣 對 從頭包起來 對 所以我們要教大家要怎麼樣 批客能夠假裝嗎 因為批發區它都有限 每一家店都有那個限制 譬如說我這個要同款不同色 可能你要拿兩件或三件以上 你這樣子才可以算是批 批發才可以算批發價 兩三件就能算批發價 對啊 它有一些店是這樣子 可是它是同款 同款你要買紅的藍的黑的 對 像我這次去的時候 我喜歡一件藍色T恤 可是他一定要買兩件以上 才可以讓我買 表示你是有心要拿回來賣人的嗎 對 所以我就只好買兩件 然後他才願意讓我買 然後買一件的話 基本上你在批發區會不給買的 對 然後所以呢 既然這樣子 那你與其 你要一次買很多件自己穿 你倒不如找幾個風格相似的朋友 一起去逛有沒有 大家既然風格一樣的話 那你喜歡這件衣服 我也喜歡 你也喜歡 那我們湊一湊 我們就可以買到 就是姐妹妝的那種感覺 對 姐妹妝 然後可能大家一起去買 你的價錢會比較低 然後他也不會不給買 你就一下就可以買到了 然後店員不會囉嗦 擺臉色給你看 要不然就是呢 直接買不要囉嗦 因為其實我跟我朋友 去批發的時候 他那一家店 他已經是很熟悉了 因為那邊的價錢 其實都大同小異 你並不會說真的很貴 它是批發區 所以他都會講說 這個兩件 這個三件 這個一件 這個三件這樣子 他都會這樣講 好像我們在下單買那個什麼 珍珠奶茶一樣對不對 沒錯… 他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是手腳快很準 不要有一點猶豫 你要是有一點猶豫的話 他就會覺得說 你在考慮什麼 你是不是在考慮想說 不是 重點是 你說什麼… 直接買不囉嗦很難 有時候還是會考慮一下 款式什麼的 你就是閃客 不是 那能不能 可是批發的人他不能挑嗎 對啊 奇怪 所以最好的辦法是事前 前一天先觀察 你觀察完已經有底了 第二天去開始殺 這個… 因為我跟你講 我真的有說 請問這件多少錢 他就跟我講個價錢 然後我再問說 那這件多少錢 我可能連問了三次之後 他臉色就開始有點不好看了 那有種棉果嗎 那時候我朋友就跟我講說 你稍微質疑一秒鐘 Out 你至少買個兩件什麼 他就跟我講說 你至少買個一款這樣子 然後我就在那家店 就買了一款 所以你如果是不想看 店員臉色的話 我覺得你就大氣一點 要不然你就不要去批發區 你會自己受氣 因為我的臉就長得比較心虛 就是長得不像 那種批克的類似 因為你這個人不能說謊 你稍微那個 我說這個其實是我自己要穿的 但我想要講說 長批克這會被認出來對不對 你會就會心虛 OK 然後第三個就是 帶計算機 我朋友那時候他是有帶計算機 因為他一下會給你講價錢 你就可以算… 你大概是多少錢 帶一個計算機 你有個工具拿出來 看起來也專業一點 所以我會覺得 沒有 有的人人家天生從小學心算的 不能在那邊撿 豬算 你要帶算盤我也不介意 就是什麼帶計算機 然後帶一個那種斜的這種包包 或是你拉個推車 看起來都還滿像皮克的 裝扮要像 沒有 所以的意思是說 我們就即使是 不是拿計算機等等去按價錢 我們也是帶的那個 算是道具嗎 格西 你就是裝樣子 格西 為那個霹靂腰包更像 可以 對… 所以你就是不管 不管別人講什麼 你就帶計算機 然後他一根講就這樣按 然後你還故意乘以10 還故意乘以10 這樣也不能這樣 然後把那個原汁筆 放在耳朵上面這樣子 對… 就是要像 就是要粉心虛 你說這件多少… 3件 10件 20件 我都要這樣子 所以你有成功假裝過批克 然後去買便很便宜嗎 好難喔 因為我也很心虛 可是我跟你講 那你被識破率多高 三次有一次 剛開始去的時候 你會比較心虛一點 因為你可能還不熟悉那種模式 可是你去久了 你已經知道我這幾家店 是我喜歡的款式 然後所以你去的時候 你會比較大氣 你會講說 這件 2件 那這個 3件 你會比較大方的跟它講 因為你自己喜歡的品牌 你買東西就比較不囉嗦 對 而且你一想到 它的價差跟台灣的價差 很大的時候 但你很不正了解 其實本節目在韓國有播出 你以上講的話 他們都看到了 OK 我跟你講 你買兩件回來 你一件自己穿 你另外一件 你還可以網路上就是賣 就賣 賣一點 可能賣原價都還OK 賣原價加100塊都還OK 而且重點是 韓國東大門 其實如果大家有去過 一定知道那裡的地方 是個不夜城對不對 不夜城 那裡的東西好好吃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東大門是真的 我聽人家說 是要晚一點去會比較好嗎 晚一點 因為他們都是做半夜的生意 就是晚上大概 10點到凌晨5點的時候 是最熱鬧的 我記得我這次去的時候 已經凌晨1 2點了 我的天啊 感覺跟假日的那種 百貨公司大特價是一樣的 滿滿的人 然後路上都水洩不通 重點是 還有人在那邊舉辦什麼選秀活動 你就會想說半夜你舉辦選秀活動 還摸彩在幹嘛 就是在摸彩 如果說我們想要去撿便宜的話 會不會那種 因為它大概凌晨5點打烊 會不會4 5點的時候去 會再撿到便宜點嗎 還是說沒差咧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好像沒什麼差 我自己覺得 可能因為我們去了那幾家店 因為它都已經是批發價了 所以你不可能就是 沒有 但是有一種可能就是說 越到要收店的時候 東西會賣得越便宜 也有可能會這樣 那種比較像是零售店 就是百貨公司的那種大特價 那種越晚的時候會打烊 對 要不然通常批發局 他們已經把特價衣服都掛在外面了 你就是選外面的就是特價衣服 對啊 可是因為我們去那邊的話 當然就想要省錢 如果你能夠假裝批發客 去買到更便宜的